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下雨最多的地方就落在这红色色块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和欢山区 一直到下午5点之前为止 日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50毫米 这雨量真的很惊人 雨还会持续下下去吗 我们再带你从卫星云图来看 这波降雨是属于持续性的大雨 山区的土石容易变得松软 出现摊房落石 要行驶在山区道路的观众朋友就要特别的留意路况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现在的降雨稍微的比较趋缓了 但是后头有一些小区域的云系发展的比较旺盛 这些云系移入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就容易出现短暂震雨 不过等到这些云系离开之后 后头的云量跟水气都会再减少 明天各地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另外在北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容易出现午后雷震雨 至于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今天台湾附近吹起东北风 再加上下雨的关系 被台湾的温度感受上偏凉 早晚甚至会觉得有点冷 明天就是立下了 夏天就要到了 气温会有夏天的感觉吗 我们再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道新的封面生成 不过明天会短暂的放晴 但是就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封面的前缘 再加上明天会吹较为温暖的偏南风 甚至是西南风 所以明天各地的气温都会明显的回升 而且是大幅的回升 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白天高温会来到31度 中南部地区白天高温会来到32度 另外今年轻度台风红霞 目前是位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 不过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相当远 我们在图上也还看不到它的位置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目前这个红霞台风 短时间之内对台湾的天气 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而原式的气象团队也会持续为您关注 青台红霞的最新动态 接着带你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天白天天气短暂的放晴 到了礼拜四 又会有一波蜂蜜来报道 到时候又会开始下雨 观众朋友要好好地把握 明天的好天气了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 明天气预报